欢迎来到车神的战士手册 波士顿今天凌晨以140比88学习勇士 再度刷新了一波晋升分 这场比赛过后 绿军的晋升分已来到11.5分 绝对是历史级别的表现 就本赛季而言 他们就是独一党的强队 独孤求败 今天对阵勇士第一节 他们就把分叉拉开到了20分 我们先来看看 他们到底是怎么做到的 开场第一球就非常奇怪 Holiday跳到球之后迅速推进 但绝伦布朗跟进到三分线的时候 勇士完全没有人去盯防 汤姆森似乎在指挥队友过去防 但他自己完全不防 反而向一侧让开 杰伦布朗自己都不知道 为什么会拿到那么大一个空位 直接一记三分并重 这个球非常诡异 赛后格林对这支防守也做出了解释 这不是全队防守吧 这个球完全就是不防 总是用这种策略防杰伦 事出有因 这个赛季杰伦布朗的空位三分并重率 竟然只有27.9% 可能是科尔和格林就是想赌一把 但布朗深压空位三分并重率达到39% 你这样放绝对会出事情的 而布朗投进了这一球之后 勇士并没有调整的迹象 再来看这两球 布朗推转换 格林继续纯队防守 而库里也完全不上去干扰 直接布朗就一记追森三分运中 布朗再运球过来的时候 格林似乎有点忍不住了 虽然还是成退 但这次不上去封盖了 但因为他退得太深 还是没办法干扰 布朗继续投进三分 上半场布朗九投五中的三分 完全就是勇士放出来的 防守端勇士用了 极其激进的赌膜性策略 收获的是布朗爆发式的三分球 你放我我就进 完全被打爆 而进攻端勇士则以库里为首 彻底熄火 库里这场比赛 13投2中只拿到4分 下半场库里就直接没打 我们来看看 是不是波士顿对库里 进行了坚决的夹接 才导致他投不进 库里开局第一球 是借助库明加 单挡掩护的超远三分 布朗已经被库明加卡住 库里几乎得到一击空位出手 结果砸篮板前沿不中 这球除了出手比较远 并没有激进的防守 库明加现在的掩护质量 也越来越高 这个球库明加 同样完全卡住了杰伦布朗 库里获得了一个 非常轻松的中距离机会 还是杂狂不中 勇士也开始使用 经典的无球战术 目的接球之后 传给胡鼎格林 再给库里做一个无球掩护 直接把布朗和怀特全部打开 库里出手这个三分的时候 上线毫无干扰 几乎就是一个空位三分 这个战术非常成功 但是库里直接投出一个三不战 这个球同样是库里专属的 give and go战术 目的先给库里掩护 过第一关 然后库里传奎诺内斯 这一传直接让霍尔迪和霍伍德 停下脚步 但库里并没有停下 直接不减速跑到三分线外 接球三分 其他人扑上去都晚了 依然是一个成功的战术 库里三分出手 还是没有受到干扰 但是又是一级离谱的三不战 奎诺内斯现在无球掩护 一时非常出色 这个球胡顶小佩顿被放空 奎诺内斯直接帮库里 无球掩护完全挂住怀特 库里绕掩护接球 怀特连跳都没跳起来 库里大空位三分 砸了篮筐后颜还是不中 这是底角的三人配合 小佩顿手地手给库里 库宾加再帮库里做一次无球掩护 两个人一起挂住了霍勒迪和怀特 库里出手依然没有太大干扰 但依然怒打一铁 库里的定点三分也不准 这个球没有复杂战术 库里定点接保罗传球 怀特上来干扰了一下 库里还是不中 四输度角格林再度提供 高质量的手地手加掩护 完全卡出了霍勒迪 怀特跳都跳不起来 只能张开手装装样子 库里无人干扰的三分球 还是打篮筐后颜 一米八三的保罗一来 给库里做掩护 这大屁股直接把霍勒迪给卡死 库里跑过来接格林手地手出手 霍勒德完全给不到干扰 库里还是砸钱框不中 库里久计三分出手 所有都是勇士非常常规的战术 而且队友包括库兵加 小佩顿 格林甚至保罗 都给了库里高质量的掩护 帮他卡住了领防球员 他可以直接投空位 或者投跳不动的霍勒德 但他今天就是投不进 库里第二届上场的时候 勇士已经落后了29分 大局已定 这场比赛 勇士在防守端堵了一把 放空布朗的战略 直接被打爆 进攻端则遇上库里 完全没有受感的约碗 半场大比分落后 直接放弃换人 是明智之选 库里这个赛季已经打了57场 是他最近几个赛季 出勤最好的赛季 对他来说 也需要一些休息 其实这场比赛的失败队伍 是也可以接受 毕竟对手是目前独一党的波士顿 库里这场的失场 我认为也不必过于担心 经历了12月的低迷之后 他其实在1月和2月状态有所回升 整个2月份 库里有61%的正式命中率 距离西部低落的国王 也仅有2.5个胜场 赛季还有22场球 而勇士最近取得了 14胜5负的骄人战绩 我认为勇士依然有很大机会 能避开复加赛 一旦能进入季后赛 他们依然会是西部 一块难啃的骨头 欢迎关注我的频道 谢谢大家